好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 拴娃娃 表演者李京 于谦 谢谢朋友们啊 再次给我们报以这么热烈的掌声 谢谢 恐怕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啊 不用我多介绍 大家伙都认识 都熟 这是我们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 不敢这么说 有喜欢的 谢谢大家 于老师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啊 是个特殊分子 我怎么那么特殊呢 你比如说这场演出下来 给的钱甭管多少 那叫劳务费 就是给劳务 我们伸手都得接着 可不是都接着吗 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啊 是啊 人家于老师则不然 我呢 拿说相声当个玩儿 给劳务不要 啊 我就是票 谁要说硬塞给于老师点劳务费 于老师叼叼自己撤自己嘴巴 我就这么耿直 您是不是不指着这个 我就指着这个 我不指着我指什么呀 你看 反正你们家有钱 这个是事实吧 祖上留下点 我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于老师祖居在咱们通州 是 到了通州您打听老于见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您就拿于老师的父亲来说吧 方圆附近 那是鼎鼎大名的大菜猪 菜猪啊 这东西值钱呢 对了 能卖不少肉呢 这东西 卖肉干嘛呀 这离仔就不远了 不是形容那有钱人 不得叫菜猪吗 您什么学问呢 这是 菜猪 哦 菜猪啊 说好几年菜猪了 好嘛 没挨过打是 哎 这叫什么话呀 你说谁谁不得揍你啊 大财主 那倒是 趁点钱 有点 您就拿这个外号来说 让您这么一听 那就是个有钱人 什么外号 于老师的父亲 叫于半球 您听听 于半球 知道这怎么讲吗 怎么讲 我给朋友们解释解释 您说 于半球 什么意思 就是说于谦 有半个地球的爸爸 你有一个地球的爷爷 那玩意多了闹得 对 这更闹得 知道吗 不是这么解释吗 有半个球的产业 对了 人家那产业 都已经发展到海外了 跨国的 老于就可以说是 良田千寝 是 树木成林 米面成仓 煤炭成舵 金银成躺 票子成刀 献钱成堆 罗马成群 鸡鸭成炸 鱼虾成池 锦衣成套 彩断成香 三环成对 好物成台 美食成品 轴里面成恨 兄弟们成仇 这都打起来了 全打得一块了 您说 我背的这个不对 不对 那应当是呢 兄弟们和美 对了 这是个和睦的大家庭 对 从来就没分过家 是 可是传的您这辈上算完了 怎么呢 才其人不其 什么叫才其人不其 你看 尤打你祖上 传到你父亲那代 那是108代单传 我 这太悬了吧 这个 108辈都单传 全是单传 好 指不定蛇谁手里 这玩意儿 就是啊 可传到您父亲那儿 您父亲没儿子 你说这个多糟心呢 不是 我爸爸没儿子 那我打哪来的呀 这个事啊 怨我 没听说过 这怎么会怨你 怨我呀 没说清楚 您这句话也没说清楚 那就是 您说清楚了吧 您是个老生之子 对吧 那倒是 什么叫老生之子 您还得解释 就是说 于谦呢 是唱老生的儿子 你是唱花脸的孙子 又来了 我跟你斗了吗 废话 你这还不斗呢 不是这么解释啊 老生之子 老来得子 说我爸爸岁数大 有的我 对了 你父亲岁数很大了 有的你 对 根据你这小名 就能分析得出来啊 您怎么分析 你有个小名啊 你小名叫九一 九一 怎么讲 就是说你父亲 九十一岁 有的你 这太老了 这个 不是九一 不是九一 您记错了 那是什么 五一 五一 对了 于五一吗 怎么那么绕的呀 这名字 于五一 于五一 都知道你 我说的是你父亲 四十多岁的时候 那会儿还没有小孩呢 那是 守着这么大一片产业 没有个继承人 着急不着急 不知道传给谁 哎呀 为了你呀 可以说是找了不少的偏方 哎呦 还下功夫了 拴过娃娃 我听说啊 我听说拴过娃娃 拴过娃娃吧 对 什么叫拴娃娃呀 就是夫妻小两口 接了婚以后 没有小孩 怎么办呢 是 上娘娘宫 拿红线 拴回一个泥娃娃来 日后就有孩子了 对对对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说 纯属那是封建迷信 你说没有小孩 上一趟新兴医院 男的的毛病 治男的的毛病 女的的毛病 治女的的毛病 你就先别说这毛病了 您这还挺了解 这东西 我倒是没去过 没去过 您说他干嘛 大不了你弄一个试管婴儿 还就别说了 您就说这事吧 这过去不行啊 过去人都迷信 老鱼就拴过娃娃吧 拴过 我可以说说吗 您给介绍 就是你爸爸四十多岁的时候 那会儿闷闷不乐 愁 成天把自己关到外院书房 外院书房 对天长叹 我那看我爸爸的眼睛 哎呀 你怎么没随你爸爸 我呀 我现在看着还欣欣呢 哎呀 多欣欣两年好啊 哎 天呐 天呐 这天呐 我爸爸要唱是怎么着 哎 那唱老生的来了 没听说过 让他活动活动 别人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我爸爸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要死啊你 哎 您超便宜是吗 不是我这儿 学你父亲说话 你跟那儿裹什么乱呢 我也理解他当时那心情 这您就别搭茬了 您说吧 哎 想我余银棍 哎 哇 等等等等 我们家也不会起个名字 是吗 有叫银棍的吗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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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别讲 汉 没有 没有 余某人 余某人 想我 余某人 这就完了吗 一辈子 休桥不路 哦 净是善举啊 净行善 可是为什么到我这儿是法词无后呢 老夫老妻这么些年 我们是缺了哪辈子的得了呢 这叫什么话呀 这句话不得要紧 隔墙有耳 谁听见了 让小丫头听见了 小丫头上前院书房送茶来 隔着窗户一听 哎呦 园外怎么说这个狠话呀 我不免到内宅 禀报我家安人得知 安人是 就是您母亲 我妈 不能叫太太不能叫夫人 得叫安人 尊重 这是表示对你母亲的尊重 是 到了后边跟你母亲一讲 你妈也慌了神了 非得要到前边来瞧一瞧 得看看 四个小丫头掺着你母亲 四个呢 都谁您知道吗 哪四个 有春梅辣梅 烟梅硬梅 哎 这 我妈扶着四块梅出来的 春梅辣梅 梅香啊 秋菊啊 这就对了 反正是四个人 对 人要是少楼啊 掺不动 我妈脚小 没腿 对 没腿啊 那是出不来了 啊 这扶着也出不来啊 这个 这个有腿 当然有腿啊 有假腿 哎 假腿 安上假腿 真腿 哦 对了 有一条真腿 哎 还一条假腿 对对对 没听说过 两条都是真腿 都是真腿 有两条真腿 对 两条假腿 我妈四条腿啊 不是 你怎么这么麻烦 不是麻烦 你得说清楚了 你是说几条真腿 几条假腿啊 这还用说两条真腿 一条 就两条都是真腿 她也错了不是 你搅和她 反正你妈是来了 当然了 她的前院书房 一瞧这个意思 嗯 药 药 药 嗯 药 什么毛病 这 踩猫尾巴上了 哎 这猫跟着裹什么乱呢 把这猫轰出去 早就不应该进来 我说老袁 啊 外啊 怎么大喘气啊 这时候 袁外 您为什么愁眉不展呢 夫人 我心里头闷得很 闷得很你跟我说 你先等一会儿吧 你先别说了 这个 别说了 啊 这两口子差距太大了吧 这 这俩人不是一个坐着 一个站着呢吗 都站起来不成吗 这个 我学的细致 你这别那么细致了 我说袁外啊 哎 平事吧 每日里您总是欢蹦乱跳的 什么词啊这是 应当是 欢天喜地 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愁眉不展 老夫老妻这么多年 我是缺了你的吃啊 我是缺了你的喝啊 我是缺了你的穿啊 我是缺了你的带啊 我是缺了你的奶 什么 奶样啊 奶样 大喘气不碍事 这身段就不要了行吗 对对 我怕他们误会 你不比划不误会 知道吗 哪儿就来这么一身段 缺了你的奶样 你说清楚喽吧 你爸爸一听 啊 安纯 安纯呢 还野鸡呢 啊 野鸡啊 你听说 不是什么 说什么有什么呀 应当是呢 安忍呢 安忍 我不问你 你反来问我 我问问你 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 取出来 拿我妈当存款了是吗 应当是呢 取过来 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 啊 有三百多年了 哇 老妖精啊 多少年呢 二十多年 啊 有二十多年呢 招啊 这二十多年 你可给我生下一儿 养下一女啊 都没有 不生不养 我要你何用 哎呦 这一句话干了 啊 这整戳在你妈废管子上 这扎心呢 这当着妇女 哪能提这个事情啊 是啊 当时你妈能不急吗 急了 那真是一个轱子的车 咱们讲 翻了 或 酱肘子出锅 这是 捧牌了 你看看 兔爷贴金 崩脸了 哎呦 兔爷过河 崴泥了 兔爷拍胸口满空 兔爷捧根 该拦着了 哎 我不拦着了 啊 没听说过 哪那么些兔爷呀 您这里 反正你妈是急了 急了就完了 公公在世 说我们不生 婆婆在世 说我们不养 老夫老妻 这么多年了 你也说 我不生不养 我告诉你说 不生不养啊 那是你们家的德行 别瞧 我在你们家这 没生没养 想当初 我在娘家当闺女的时候 我就没少养活 这是什么 小花猫啊 这大喘气 太要命了 这玩意 你妈不是爱养猫吗 你这说猫多好呢 你想要孩子吗 你得积德 你得拜佛 我求佛 你爸爸一听 言之有理 说的有道 打那天开始 为了你 那真是去遍了四大名山 哪四大名山 你算算为了你 去过九华山 对 为我 去过武台山 为我 去过鸭鸡山 为我 去过狼牙山 那是为革命的成功 去狼牙山干嘛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还有四位 对 最后都跳下去了 最后你爸爸挂树上了 别说了 上那跳牙去了那是 那去过哪了 这是 庙峰山 对了 京西 庙峰山 对 庙峰山 几月初几开庙门 四月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开庙门 你妈打三月初 就开始梳洗打扮 干嘛那么早 抢烧这头一股香 这叫前程 四个小丫头 给你妈梳头 梳的那叫一本头 两本头 美人头 你妈全部梳 非要梳这么一路的 什么头 火车头 火车头 那就是美人头 就是美人头 反正梳洗打扮已毙 你父亲给你妈 准备了一辆大二车 大二车 就是花咕噜叫车 好看 里边扑得喧喧腾腾的 你妈往车上一坐 你父亲骑了一匹高头大马 骑马 车老板跨车员一举这鞭子 我我我 啪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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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影了 出去了 掉沟里了 啊 掉沟里 赶紧把这个车油打沟里边捞上来 这也好嘛 这么跟您说吧 到了庙峰山下 说到了 你母亲下了山一瞧 呼 庙峰山 是 真漂亮啊 好看 山上山下有的是那爬山虎二人台 是 要搁你们家这经济条件 坐得起坐不起啊 当然坐得起 坐得起也不坐 为什么呀 你妈非得要拜山 我妈是土匪是怎么着 非得拜山 拜什么呀 拜乡 拜乡 就是有大山根底下啊 一步一个头磕的山上去 让人看着前程啊 那山道两边啊 都是要饭的呀 呦 那要饭的一瞧 这老太太四十多岁 身边也没人跟着 没人跟着 这好欺负 什么叫好欺负 这过来 撤走一簪子 那过来 顺走一珠子 一会儿的功夫 你妈是劈头散发 身上那衣裳撕得一条一条的 你爸爸一看就急了 当然啊 闲人闪开 对 我要静山了 哎 等会儿 我爸爸静山呢 在这儿 静什么 静山 静山 对了 就是山上山下呀 闲杂人等全都不要 哎都出去 跟您这么说啊 不客气的讲 老于家有的是钱 但是没有势力 您要说山上山下一个闲人都不留 您做不到 那是 也就是娘娘宫那院子里边不留闲人 这就不容易 这就够瞧的了 当然 当时把那闲人都轰出去 什么叫三岁的毛童啊 四岁的毛女啊 全不要 山里全是毛孩是吗 对对对 大殿里边就留下你妈一个人 哦 还有一老和尚 哎 啊 这庙门就关上了 这先别关他 老和尚出去 对了 你妈也说了 对 讨厌 老和尚出去 哎 小和尚进来 没听说过 小和尚 小和尚也出去 哎 小和尚出去 老和尚进来 哎 老和尚出去 小和尚 这别换了这就 干嘛非留一和尚啊 不留一和尚 谁打木云 谁敲庆了 哦 给干活 还得干活啊 快 当时把这蒲团摆好了 你妈跪的地上 要倒叫倒叫 对 我妈牲口是怎么 还倒叫啊 应当是呢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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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娘在上 是 我们缺门得势在下 你妈才叫缺德呢 傻门淡势在 没有叫傻淡的 什么门什么势 鱼门王势 鱼门王势在下 对 我求老娘娘赐给我们一儿伴女 转过年来 我要给您重修庙语 再速今生 许愿 说完这话 你妈跪在地上磕头 得磕 我妈脑袋实皱着是吗 旁边那和尚敲庆 怎么这么寸的 非碰一块 多一块说热闹 哪用这么热闹 磕头已毙 你妈有打地上站起来 有打兜囊里边掏出一条红丝线来 干嘛 这才要拴娃娃 要正事 这拴娃娃可讲究 是吗 老娘娘旁边就有一个娃娃 这可不能拴 为什么 这是真命天子 你妈不敢拴 那是 高的地方有娃娃 不能拴 怎么 怕你以后根基不稳 低的地方有娃娃 不能拴 为什么 怕你以后活不长 你妈拿着这线着急 我的孩子在哪呢 找呢 找来找去 找去找来 最后一撩这供桌帘 在底下瞧见你了 我在底下待着呢 可不是你一个人 还是谁 有锅子杠 有你 有张德武 有高峰 我们四个 你们四个人在那儿 老老实实的 看书呢 抽白面呢 吸毒呢 他们仨吸毒 你没有 你一个人安安静静的 睡觉 打马飞呢 好嘛 我比他们仨还厉害呢 要不你妈就看上你了吗 就看上这个了 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 就会打马飞 多成熟 就是你了 当时拿线 把你拴回家去 也不是怎么那么巧 你妈身怀有孕 怀孕了 有了你了 你妈能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 瞧着这大肚子就高兴 对 你说 不服刑吗 真的 这老和尚多灵啊 没听说话 等会儿吧 什么 老和尚灵像话吗 什么灵啊 老娘娘灵啊 老娘娘多灵啊 你说你妈怀着你也挺辛苦的 是 日久天长 这个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一天比一天骨 坏了 你妈这俩手摸不着肚脐眼了 这是怀孕的 这是气骨 是你的吧